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第初系列V级别吊车 包装方面和微城系列大同小异就不再多废口舌 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系列的峰会图我都很喜欢 主体方面这款吊车就像是大师级MP35的简化版 正面看上去好像身材比例会更匀称 整体造型当然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个价位的玩具吊臂收纳肯定做不到完美 但好在也不算特别臃肿 头雕方面还原度没问题 只是银色的上漆会显得有些凶 而为了贴近动画吊车的整体颜色显得比较素 可动方面虽然算不上顶级 但也已经很优秀没有明显短板 主武器的还原度也不含糊 可动优秀的玩具随便摆摆造型都不会难看 武器可以通过侧方插栓搭载在背包两侧 而招牌的银色手炮也有辅送 先将手腕翻着路内露出插接孔洞 再将手炮安插上去就好 手炮是双手均可安装 这点比MP要灵活 不安装手炮时可以卡在吊臂的卡槽上收纳 机械爪头也有辅送 同样是安装在手腕翻出的插口上 而安上爪子后的造型顿时张狂了许多 爪子不安装时同样是搭载在背包两侧 另外如果将吊臂根部向上翻平 再将吊臂本身翻折到前方 再将吊臂的伸缩拉开 吊钩的孔洞也是可以安装爪子或手炮的 把吊臂也用上会是吊车独特的玩法 吊车的伪装形态当然就是抬吊车了 调整到位的话吊车的推车滚动还是没问题的 吊臂根部可以后翻到这个角度 而且还可以全方位旋转 那么摆出各种吊臂造型都不费力 车辆下的装备搭载和人形态其实是同一个位置 吊钩搭载爪子和手炮的方法前面也提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爪子不能合拢 所以抓取东西全靠中心的C型扣 那么目前它能抓取的东西只有擎天柱的盾牌 但是随着地出系列产品的逐渐上市 相信这个爪子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第初系列V级别吊车人形变车型的流程 首先将手部翻折入内收纳 再将小臂向内旋转90度 上拉头部松开左右卡位 将背包的三段折叠关节向后拉直 将头部后翻180度隐藏 再将吊臂根部关节上翻打平 将脚腕接地归正 下翻脚掌松开插接 脚腕双关节前推将脚掌竖直 双腿不需要合拢在下方竖直即可 此时将整条折叠关节下压盖平 再将吊臂底座插接双脚 注意这个插栓有些紧 尽量保证垂直插拔 向两侧弯折容易折断 先将手臂向前平举 再翻开肩膀根部盖板插栓 手臂贴紧盖板向后翻折到底 对齐后将小臂插接在一起 再将整个车头后翻盖平 调整插接好小臂下方插栓 将吊臂翻折到前方 再将缩起的部分拉出 最后将吊钩翻出 再简单调整一下吊臂位置 吊车变形完成 吊车变形完成